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加中国杯时候的世界排名刚好是第21 我们看到双方的球员现在都已经出现在广西南宁体育中心体育场的赛场上 也随着双方的球员出现在现场球迷的视线下的时候 球迷会营造出一个非常好的比赛气氛 是 中国队也是穿着目前的新的队服 我们看到主要颜色的还是全身红颜色为主 但是带有金颜色的金边的一种设计 而威尔士代表队这边我们看到上面是白颜色 下面是绿颜色 没错 尽管说威尔士有这个红龙的绰号 但是今天在咱们中国的主场 咱们得先把红衣服穿上 双龙会马上就要开始 那么从这个画面上看到的草地的质量是不错的 对 中国足协专职职位蔡永 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谢强 中共南宁市委常委副市长陈颖 万达体育集团总裁杨腾明 广西盛市新兴格力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高海涛来到体育场接见球员和比赛官员 体育局以及省市还有赞助商的领导 领导们也是对于这一次中国杯的比赛给予高度重视 实际上和去年2017的中国杯 也同样是在广西南宁体育中心比赛来进行 当地的领导以及与局的领导们也是给予高度重视 看到我们中国成败无论是亚洲范围内的大赛 还是像这样的一种中国杯的友谊赛锦标赛性质 都得到了上上下下各方的大力支持 而且这片球场广西体育中心其实跟咱们国足是有缘的 这一座体育场它的落成典礼 当时就是国足的比赛 是在2010年的8月11日 当时国家队在那边是1比1和巴林占平 咱们于海首开记录 然后是巴林这边一个前锋的射门 打中了和阳的腿弹进球门最后一个1比1 但是那是这座体育场的落成首秀 稍后将进行国歌的演奏仪式 een比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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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支球队呢 在上一次各自参加的正式的国家比赛呢 都应该有四个多月的时间了 没错 那么在中国队这边呢 上一次是在去年年底参加的东亚杯的比赛 而威尔士这边 他们上一次呢 是去年进行的2018世界杯的欧洲区的试鱼赛 没有能够成功的进入到今年的俄罗斯世界杯 所以呢 也是近四个多月以来 威尔士代表队的首次正式比赛 所以本场比赛才会是吉克斯的首秀 吉克斯在这个 今年年初啊 取代了克尔曼成为了威尔士队主帅之后 你来看一下啊 这位威尔士足球历史上 可能是最伟大的修行之一 现在来带队会怎样 好 我们看看今天在威尔士代表队这边 所排出的首发阵容 他们排出了一个最强的 现在可以排出没有伤的首发主力十一人 我们讲的是亨内西 在其他辈子上呢 有刚特 阿什利·威雷姆斯 切斯特 本代维斯 迪克兰 约翰 乔阿伦 安迪金 哈里 威尔森 沃克斯 和贝尔 看到这些名字 应该说呢 吉克斯对于他的首场威尔士 执教的比赛相当的重视 刚才画面也出现了 今天的主裁判 雅各布 和双方的队长 来进行赛前的挑边仪式 接下来是中国国足 在这场比赛中的首发十一人 门将严俊玲 其他球员里有郑争 冯小婷 贺冠 王申超 浩俊敏 黄博文 韦世豪 吴磊 于大宝 和高林 从中国队的整个首发名单来看 中国队排出的其实是一个非常偏重进攻的阵容 首先看中场位置 黄博文跟浩俊敏这两位 其实没有一个人是纯防守型球员 两个人都有不错的这个进攻属性 而在前场 封线四人组啊 于大宝 吴磊 韦世豪 高林 四个人都是有前锋属性 甚至于四个人也都是可以打中锋的 所以这样一个极其偏重进攻的阵容 也能够看到 在这场中国杯的首秀当中 李皮很希望在场面上能够去取得一些什么 是 镜头刚才也是对准了 威尔士代表队的主教练吉格斯 在今年的1月15日 他正式的接替球队前任 成为了威尔士代表队的一个主裁判 那么主教练 这也是他作为正式带领球队的首份工作 曾经在曼联做过临时教练四场比赛 所以看一下他能否打破 我们刚才为大家介绍过的 威尔士过去七任代表队主帅 首秀全都输球 都每班都赢不了的 这么一个事 看看他能不能今天打破这样的一个魔咒 我们看到这场比赛的草皮的质量 还是相当不错的 在比赛之前 当地南宁市的气温 今天是最高25度 最低12时度 应该说是非常适合一足球比赛的 好 这个是2018格力中国杯 国际足球锦标赛首场比赛 中国国家队与威尔士代表队上半场比赛已经正式开始 中国国族全身一身红以及黄颜色的球瓦在上半场 从屏幕的左侧来搬右侧进攻 而威尔士代表队上半身白颜色下半身绿颜色 以及相同颜色球瓦在上半场从相反的方向来进行他们的进攻 两支球队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任何的交锋纪录 所以这场比赛也是两支球队在历史上的首次交锋 没错 那么从整个首发阵型的战位来看 威尔士队应该还是打一个四后卫的体系 左边后卫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号本戴维斯 右边后卫二号刚特 两名中后卫队长阿特里·威廉姆斯搭配上五号切特 那么左边前卫开场之后 威尔士用的是14号的迪克兰·约翰 他是客串的 他在苏超的流浪者队 他是属于打边后卫出身的球员 那么两名中前卫是大家很熟悉的 乔艾伦以及安迪金 右边应该是哈里·威尔森 而在前面是有贝尔以及沃克斯 还是一个四后卫的体系 因为我们曾经想过 首发阵容里面有五名后卫属性的球员 会不会把14号迪克兰·约翰 也放到某个边一位的位置 然后打一个三中卫 那么事实来看应该还是四后卫 而在国家队这边 我们看到今天应该是把于大宝 顶在正硬中锋的位置之上 应该还是一个偏四二三腰这样的一个体系 那么门将位置上是严峻林 左边后卫正正 右边后卫王身超 两名中后卫贺冠以及冯霄亭 在中场的位置 双后腰 黄博文以及薅俊敏 而在前场于大宝顶在中锋的位置 韦世豪 盗林 吴磊在他身后一次排开 那么在比赛过程中我们也看看 现在看起来吴磊坐在一个中的位置上 然后位置上习惯性打左路 而看看盗林是否出现在右路 这三个人的位置可能会有变化 这次形成了突破 应该拿球的是 贝尔在进去外围 调整到自己的左脚 在进去里面 再打门 球进了 这样的话在开场两分钟 威尔士代表队取得了本场比赛领先 目前1比0 领先是中国队进球的 是这场比赛最大的世界级球星 贝尔果然依靠自己的个人能力 完成了一粒进球 这次威尔士代表队参加中国杯的出场费 有媒体报道是100万英镑 但是如果贝尔不来 直接先砍10万 就证明了贝尔对于这支球队的价值 来自于中锋 沃克斯的投球的回蹭 找到了贝尔 最后贝尔代球杀进进去 完成了自己足够打门 这样的话贝尔在第69次 代表威尔士代表队的比赛中 打进了第27例进球 毫无疑问 他是球队的第一球星 而这一次个人的表演 也是看到了他的个人能力 从刚才这个球的防守当中 我们看到 王申超在面对贝尔的时候 一上来第一步 先放了贝尔一个空档 第一时间没有紧贴贝尔 那么他可能是想着放一个空档 等你起来我正好赌你 但是贝尔的这个绝对速度 比王申超要更快 那么当贝尔起速之后 我们看到王申超是想要尽力地去卡位 但是一直都卡不住 在身体对抗上 王申超的确也不如贝尔 那你速度跟身体对抗 都比贝尔差一些吧 那所以说 等于永远是落后贝尔 半个身位这样的一个状态 没有办法真正对贝尔的射门形成干扰 这个我们也看到了 这可能就是一个个人能力上的一个差距吧 那么从2014年世界杯过后 中国国家队一共参加过44场比赛 那么在这44场比赛中 中国国家队曾经有在比赛中 19次先落后对方 但是我们还能够取得最终 三场比赛的胜利 三次是逆转的对手 所以这场比赛 我们过早的丢球 则好过于最后比赛两分钟再落后 还有时间 贝尔市队又是在中场通过倒角 按鼻筋把球转移到左边 这边是刚才介绍过的 比克兰约翰 今年只有22岁年级球员 本戴维斯会给了中后位 那是李明连米斯 两个人都曾经在缝隙效力过 中国队的这次前扑 做的还是非常有效 虽然没有能够把这个球能够控下来 但是需要现在给对方的后场 形成一定的压力 是 而且今天其实排出了这样一个 偏重攻击性的阵容 也看得出来 李皮教练是有想法的 而从这个首发阵容来看 吴磊应该是右边锋的位置 赵林是埋伏在于大宝身后 尾超可能相对共居组的一点 天台已经举棋 刚才威尔市这一次进攻的 还是出现了阅位 我们看到是在右边后卫 刚特助攻到了先长 刚特也是曾经有过 英超联赛的效力的经验 慢点头来看的确是越位 在后场 现在威尔市依然是可以将球呢 牢牢地扣在本方的脚下 对于中国队来说呢 争取能够在夺回球权的情况下 可以把呢 球控稳一点 组织起我们的进攻 感谢2018中国杯官方赞助商 一信普惠的大力支持 一信普惠生活因信而美 在后场喝过 还是先稳健地把球呢 直接回给了严峻林 是 因为其实从身体对抗的角度来讲 萨姆沃克斯的身体对抗能力 是相当的出色 所以说尽量少避免 在后场拿球过多 因为威尔市对这边身体条件 萨姆沃克斯 贝尔等人都很出色 哪怕你拿球过多 他过来扛你一下 都有可能瞬间把你的球给断掉 萨姆沃克斯和贝尔毫无疑问的是 萨姆沃克斯在前场的一个高快的组合 在半中路给的时候 还是先被对方碰了一下 球阿伦 他是球队在中场的一个控制器 球能够拿得非常短 但这回他的出力硬是在贝尔中路就断回来 在中场的连续的环球 黄博文把球的事业非常开悟地转移到左路 看见球接着回来 敲到中路 依然还是进行中国队在左边路的这次长述 萨姆沃克斯也很聪明 看到前面没有输送点之后的马球回传 直接传声后形成了有效的突破 等一下中国队友再回过来 马球传中 他第一点 撑了一下再打 这球高了一些 配合还是不错的 打出来了 但是最后吴磊在门前的强点还是没有能够提振在球门范围内 我们再看一次这次中国队非常精彩的在左边路进攻 传一条身后球并没有约位 随后在左边路形成了二打一 再传到中路而无垒强点 所以力量太大 来自于高林的传球 但是咱们需要有这样的机会 来提一提气的 中国队在过去的八次与欧洲队的比赛中的成绩并不理想 我们在过去的八场与欧洲队的比赛中 只能取得一场的胜利 但是今天是不是能够在现在0比1落后的情况下 能够逆转上比赛 依然是强打右路 维尔士代表队在开场之后 他们在右边路的进攻 投入了更多的一个兵力 是 安迪金曾经也是所谓莱斯特城获得过15到16赛季的英超冠军 如今是把他租借到了斯旺西 那个时候在莱斯特城由于他是一名防御性的中场 但他呢多年效力于球队 所以给予球队的10号球衣 是 维尔士并没有进行高位逼下 所以中国队现在可以在后场来进行传托 然后在中路去找 出现了空间的失误 对还在追 速度是非常快的 是 贝尔呢实际上这一次 在参加贝尔士代表队的中国面积比赛中 王家马鲁里方面呢 是不希望他来参加这样一个路途遥远的比赛 贝尔呢实际上这一次 在参加贝尔士代表队的中国面积比赛中 还是来到中国来参加这次中国杯的比赛 没错 还是来两个中路 哈里威尔森接下来右脚停 在C球 给亚时的威尔士代表队给篮队 而且在贝尔的这个身后啊 不好意思在这个哈里威尔森的身后 哈里威尔森也是出了一脚 先把这个球给截了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在开场到现在10分钟不到的时间 威尔森的球员他们对于球的这种敏锐度 以及瞬间的一个判断 然后瞬间的一个爆发力 是比咱们国足的确是要稍微强一些 这边看看 任俊玲一开始出来是有些犹豫 但是还是在华族屋内准确地先把第一种破坏 哈里威尔森更左路的全球 也是被 未来的第一时间干扰了一下 但球尖现在又回到威尔士代表队这边 还是常传找左侧的边线 那么可以看到呢 虽然这一次的威尔士代表队 在吉普斯上任之后的首次 他们的代表队大名单中的 没有带太多的经常来去随国家队来当打的 中年能段和老能段球员 他其实带了有为威尔士代表队出场 不够时速的球员多达11年 也是一个演练阵容 但是他也是带了一些绝对能够使球队在比赛中 赢下比赛的准球员 那么最大的一个中场的阻力缺席呢 就是效率于阿斯纳的拉姆赛 对 受伤的是没有参加这一次比赛 但是在中间你说乔艾伦 安迪金 依然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英超名将啊 对 就是这次常传的进攻转移到右路 威尔士代表队球直接的超过来 算是王神超这个球挺大的 我们很好地把球控制住 苏宁体育超级品类日 这就是潮流 上苏宁一购 时尚好货 等你来选 10分钟的比赛 目前场上比分的中国国家队 暂时0比1落后于威尔士代表队贝尔的进球 使威尔士代表队呢 目前是领先于中国国家队 康内西 目前也效力于水晶库 身材非常高大的门将 是 而且我们注意到威尔士队一点 就刚开场的时候 他是一个四后位的站位 当时16号的哈里维尔森还在右侧 但是在进球之后 他们现在有所调整 本戴维斯内收回去 变成了一个左盯人中位 在防守端 他们会退回去 变成一个类似五后位的阵型 而在进攻端 左边可能 14号的迪克兰约翰会有更多的插上 但是一旦到防守端的话 其实有的时候会类似于 像现在这样一个三中位的体系 然后右边就交给钢特 左边迪克兰约翰 中间 乔艾伦区中安迪金偏右一些 哈里维尔森偏左一些 前面 沃斯加贝尔 就稍稍的其实在进球之后 在站位体系上 做了一个小调整 是 江华在防守的时候呢 可以多达五名球员 在后场来护防 就是能够限制中国国家队呢 在进攻中的威胁性 把球拿下来 在后场倒一倒 这时候呢 需要中国队呢 在比赛中呢 掌控一下节奏 同时这几分钟 中国国家队的控球的时间呢 已经比开场的时候 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是 相比在一开始的时候 由于过早的 在第二分钟 便已经就落后了 所以显得有些紧张 但现在已经速度调整回来 但是在中场的一对一当中 我们看到安迪金啊 断这个脚下球啊 断的是非常干净 他是一个典型的防御型的中场 让他来主导进攻 他绝对不足乔阿伦 但是在防守端 作为对中后位的保护 安迪金呢 确实是一名硬汉 贺冠 其实这一下 多多少少手上还是有个动作 贺冠这两年的成长 也是非常迅速啊 在上海上岗队 现在已经成为了球队的主力中后位 全能型的中位 贺冠的优缺点也都很明显 他的灵活性 他的斜防补位都很棒 但是可能从绝对的身体对抗来讲 他不属于那种高大威弄型的中位 这次定位球贝尔传到后点 投球第一点奔回顶 这是一个回座球 左脚再打在外围 被中文队球员挡出来 所以看第二落点谁能保护住 变态已经举棋 是一次越位 虽然大家进去里面 抢到了第二落点 接到了队友的传球 沃克斯也完成了左脚打门 但是这次是越位的进攻 同时也是这场比赛 也是代表队在上半场的第二次越位 沃克斯在2016年的欧洲杯 球队能够顺利进入到四强 在八次与比利时的比赛中 沃克斯完成了一例进球 这边王神超又出现了一个失误 感觉上 因为刚才那个丢球 是贝尔和王神超在一对一对抗当中 王神超处在了绝对的下风 那么刚才又是停球自己失误 把球从腿边漏过出界外 感觉王神超可能开场之后有点紧 而且那个丢球之后 对他个人的一个心态等等 还是有一些的影响 在强传还是没有进攻的空间 球落到了迪克兰约翰的脚下 也是试图采用不同的进攻方式 我们看到在威尔士代表队这边开场的时候主打右路 最近一段时间开始在左路做文章 同时也有在中路直接长传冲掉中国队后防空间的一种尝试 其实在这样的中国杯 国际足球邀请赛的比赛中 中国队是碰到可以排在世界前20位的对手的时候 要以一个学习的态度 看看对方的进攻中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去进行比赛 我们也可以成功的受益 奥军明把球保护住 还是直接回给队长 冯小婷再回给门将严俊玲 在后场倒一倒 冯小婷在后场 没有正面的向前的出击的机会 再回给门将回到另外一次 现在中国队的整个首发 我们看到在中场打后腰的是黄博文跟浩敬明这两位 这两位其实已经是咱们国内非常优秀的中场球员 而且理论上说这两个人一般来讲 对于中场的控制力是不错的 但是今天的确面对威尔士代表队 他们现在显得有点吃力 而且排除这两个人的情况之下 再加上前场的四大增降 那么其实中国队今天是没有这种专职的防守型后腰的 所以一旦说黄博文跟浩敬明两个人 没有办法控制住球 球被威尔士对这边断掉的话 那其实咱们在本方30米区域的防守 是会很吃紧的 看中国队这一波的高压比起 还是造成了对方高压情况下 本代威斯只能大脚的开到中场 出现了一次中国队这边的犯规 也是这场比赛15分钟 为数不多的犯规的一次 看起来双方在15分钟的比赛 踢的还是非常职业和干净 贺冠 贺冠也得去找一找 和萨姆沃克斯身体对抗的这种节奏 哪怕不惜犯规 我试一试裁判的尺度 同时也了解一下 萨姆沃克斯这样一个 就是靠身体硬扛出名的前锋 他在真的对抗当中是个什么路 也得去了解一下 我们看到贝尔的活动范围非常大 有时还能频频的回撤到后腰的位置上 传给迪克兰约翰 开始内切这球给的漂亮 带进去的走路再强传到中路 球权开始回给了英国队的门将 打得非常的清楚 这也是代表队这边 刚才这次进攻呢也是形成了在左边路的穿插 小江哈利威尔森的一个传球 但是也受到了贺冠的干扰 看场之后贺冠在后方线上的表现 是有点让我们感觉出生牛都不怕虎 要在太岁头上动动土的那个味道啊 表现还是不错的 这场比赛也是贺冠代表中国国家队的第四场比赛 有效地过渡到中国队进攻的左边路 而对方也是迅速在无球状态上的步伐 比较直视来看看 韦超给吴蕾给的不错啊 吴蕾打门了这球贴着地面 被对方的门将亨内西直接的没收了 吴蕾是比较可惜啊 在本赛季的中超联赛当中我们都知道 吴蕾之前在面对广州复利的比赛里面 还上演来大四起立 这个领跑中超射手榜 所以大家也很希望他能够把这个好状态 延续到面对威尔士的比赛里面 包括之前本戴维斯 这不还跟吴蕾下了战书吗 还说我也了解吴蕾 吴蕾是个好球员等等 所以也期待着今天本戴维斯 而且刚好他跟吴蕾在位置上是能对上的 是对位的 看看吴蕾能不能够有什么好的发挥 这边没有约位 跟跑起来又是贝尔门将 严峻林出来 第一时间把球直接的破坏 这一下严峻林的出击啊 实际掌握得恰到好处 而且关键是下脚这一下判断很准确 因为我们世界图团这样的例子现在太多了 抽出来没碰到球 把人放倒一张红的 严峻林也是上个赛季的中国足鞋 所评选出来的最佳门将 同时也入选了上个赛季中超的最佳队名 在过去三个赛季 严峻林在国内中国的联赛中 每个赛季都是三次抢门的达摸 是 严峻林的成长是离不开 这个前英格兰国家队替补门将 如今的这个守门 如今也是做守门员教练的这个沃克的帮助啊 沃克在上岗队给严峻林 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提高 其实最初在上岗还叫东亚的时候 还在崇宁基地的时候 那个时候严峻林是二号门将 一号门将是杜超 对不起好 同时的直接本性是虽 差一点点 如何能够在前场进攻的时候 加强中国队的一脚出球 不管是向前还是横向的转移 都能够有效的提高成为这个速度 就是这样的一脚传球 很差一点点细节 放场的时候出现了犯规 台湾就站在刚才事发不远的地方 高林 在这次大名单的所有球员里面 高林是代表中国队登场次数最多的一位 应该是97场 97场了 有20个进球入仗 是所有人里面登场次数最多的 约翰 给他习惯的左边路 开始用速度要强势往前抄 用节奏跑 把球再强传获得一个脚球 这就是靠个人在边路的一种进攻的能力 伪球队创造了一个前掌并伪球 尼克兰约翰和今天同场经济的 哈里威尔逊 这两名威尔斯代表队的小将 一个人22岁 一个人21岁 是基格斯 可以说重点要去进行培养的年轻球员 两个人的代表 威尔斯代表队出场的次数都非常少 本戴维斯看看他的左脚传球 这个赛季在热刺 本戴维斯和丹尼罗斯 包办了托托纳不就斯 左边后卫或左边翼卫的位置 左脚传起来 投球蹭到后点 投球26岁尔姆斯顶高了 球队的队长 包抄到了后点 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 把球顶高 这个赛季也是 阿顿队的主力啊 出生于英格兰 而这场呢 并没有能够在后场处理清楚 又是贝尔拿球 又是用左脚球 进了 实际上话 贝尔已经在这场比赛的上半场 没有结束之前 就已经是没开二度 这也是贝尔个人代表 威尔士代表队 打进的第28球 贝尔只要再进一球 就可以追平红军名宿 因拉什的 威尔士国家队历史进球记录 29个 在后场呢 出现了一个 不应该有的横传的失误 将球权交还给了 威尔士代表队 所以威尔士队 也是发起了一次 快速的推进 左右到贝尔脚下 随后进球的工作 就交给他一个人来拿 这也是 我刚才就提到过的一点 就是 因为威尔士队这些球员呢 他们肯定是 平常参与的连赛水平更高一些 实力更强一些 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他们已经习惯于 在快节奏当中去踢球 所以他们的预判 以及瞬间的启动啊 等等的速度 其实是比我们要更快的 可能我们觉得这一下 顿个一秒钟没事 但是可能在这一秒钟里面 威尔士这边已经可以完成启动 完成拿球 所有东西都领先你一步的情况之下 所以咱们在中后场的处理球 是更加要小心谨慎的 其实刚才就是两个人 站位稍稍有点开 一个小的处理球的失误 可能这样的一个小失误 在中超赛场不算什么 但是在 可能习惯了更快节奏的威尔士队看来 你这顿的一秒 在他看来就已经足够让他去做出 预判 做出反应 做出动作了 就是对于贝尔的威胁性的一种攻防 包括他拿球时候的代球 身体平衡的干扰 在两次的丢球的过程中 感觉贝尔的快 是非常致命的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今天咱们的走发阵容 我们也想不成交过 没有排出像蔡惠康这样的 纯防守型球员 就是说还是希望说 这些进攻 偏重进攻主性的球员 能够把场面给控制住 多在中场试试拿一拿球 控一控 往上攻一攻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又基于 威尔士代表队球员可能比我们 比较有更领先一步的预判 领先一步的这种 动作节奏更快 所以咱们在中场拿球 是更加需要 注意 谨慎 不能拖沓 一旦 我们拖沓了 对方直接断球 我们就没有办法控制球 而我们又没有防守型 后腰去做拦截 那就会直接导致 丢球之后 后防线直接暴露在对方的火力面前 在两球领先过后的 现在威尔士队也是在中场 可以非常轻松来进行传导 对着26分的姆斯 交给本戴维斯 再利用现在表现比较活跃的 年轻人迪克兰约翰 在左侧靠近边线位置来控制 再回给三名中卫 三名中卫的站位 也实现了看得非常清楚 同时这时候我们看到 球阿伦的友谊都要奔回撤 如果一旦的三名中卫 出球困难的情况下 球阿伦将会帮助球队 做由后奔前的疏纽 实际上这个赛季 我们都知道贝尔在俱乐部层面 在皇家马德里效力的期间 也是饱受伤病的一个困扰 是 今天这样比赛 看到贝尔的整体的竞技状态 还是相当不错 他过去几年 这个大腿比目一击 左腿右腿轮着伤 也是让很多球迷被他担心不已 本戴威斯刚才的回传球 也是显得非常的悬 孟内西很有效地把球再交还 给热四的后卫队 把球停在原底 比大宝也是进行了一个人的高位的比赛 这下裁判是吹 贺冠是压着萨姆沃克斯起跳 相比赛贺冠也是负责来去 重点的阴防对方的中锋 沃克斯 就是一条打身后的球 第二个点中国队保护得非常出色 在后场出球又是有些不稳 就要保护一下 所以又是丢给了对方 那迪金把球转移到左边 这边还是提到多次提到约翰 这名年轻的球员看起来 也是很快地融入了和一些老大哥 在比赛中的一种默契 而且这个赛地他已经坐稳了 苏超格拉斯克流浪者队 主力边后卫的位置 目前代表格拉斯克流浪者 各项赛事已经登场了26次 其中25次打首发 还要二位的配合在竞争的右侧 摔倒在进去 变态的举行的是一个门球 安迪金 那么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 威尔士代表队今天所排出的首发阵容 正如他们的主帅吉克斯 在赛前的新闻啪啪会所去讲的那样 只要不受伤 只要状态没有避秘 他排出的是最强的十一人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乔艾伦 能够看到安迪金 能够看到贝尔 包括本戴维斯 沃克斯 阿什利维尔姆斯 切斯特 亨内西 对 主要是在欧洲层面打一些比较重要的比赛 这几个人也肯定在阵容里面 对 实际上在中场呢 我们刚才也介绍过缺了一个拉姆赛 同时呢一个 此前也在水净中效力过的 莱德利 这都是球队的主力的中场球队 这都是贝尔速度非常快 大踏步的把球拿到再带到进去里面 再传到中路 想找中路已经到位的沃克斯 正争先内收了 这下内收很及时 但是的确我们目前在中场 我们的攻击型后腰 的确没有办法拿住皮球 而我们在中场的防守力度 又是比较薄弱的 只能说贝尔的速度太快 所以有球在回撤的过程中 其实很难限制住他 利用场地宽度 贝尔是传到右侧 再低平球传进来 一点被中国队先给破坏了 正争呢也是迅速的回撤 把球呢先破坏出了球场的左侧 贝尔的确是个人能力特别超群 我们似乎拿他办法不多 但是到目前为止 无论是正争也好 还是贺冠也好 对于沃克斯的定防 其实还比较成功 因为沃克斯的特点呢 就属于那种典型的 英伦三岛的 好跟中锋的类型 就粗糙的很 就是一个操汉子 很壮 但是一些细节的东西 细腻的东西 他真不会玩 就这形象感觉 跟个伐木工人是一样的 他的最大特点是做支点作用 对 看看约翰开始内切自己打嘛 右脚想要传 这球被挡出来 乔阿伦直塞啊 这是一个假设争传的动作 似乎沃克斯启动那一刹那 还是越位了 沃克斯给他在左右两边的一些高空球 让他去争 他做支点作用的效果 要比你给他脚下球 或伸前球 让他去接 去冲 效果更好 乌勒一球 第一线 没有能够挺好 应该送了大脚 弄到中场 乔阿伦把球攻击在脚下 又是一脚直塞 那时候变塞还是直齐了 贝尔又是出现在越位的位置上 因为中国队在丢球之后 在基于中国队今天排出的阵型 本身天中进攻 所以中国队其实我们看到 当想要去进攻的时候 是选择一个整体性的压上 就今天中国队还真的不是说 想跟你打防反 想跟你打防反 不会排出一个这样的阵队 这样的手法 所以中国队还是想说 试试看我能不能发动一些主阵进攻 是 那么基于这一点 当中国队阵型压上去之后 威尔士队会很注重 对于中国队身后的打击 包括威尔士队的这两个进球 也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再结合到贝尔的速度 如果说中国队现在必须要改进的 可能就在于中场 我们的中场在进攻中 并没有能够有效地发挥 我们前场进攻四名球员的一种特点 同时拿球的时间的过于短 那么在后场 我们已经尽力地来去防守 那两个丢球 都是由于贝尔个人奇快的速度 和奇强的个人能力的感性 对于主帅李皮来说 需要在场边 大马军高速来去运动 希望能够有帮助 所以能够在比赛中 改善竞争的方法 北施豪一对二 可能知道和威尔士的球员 来进行比赛的时候 他们的身体对抗性 肯定要尝诺 多名球员都是在英超 甚至是英甲英冠 联赛多年的持绳和打中 身体也非常强壮 贝尔贝基岛了 那么在这场比赛之前 中国队也是曾经 有51次在历史上碰到欧洲的球队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数据方面 中国队14次战胜欧洲队 29次输给了对方 刚才也介绍过 近8次就有一次胜利 而那次胜利是在2014年的6月 当时在贝兰带领下 2比0战胜了马其顿 对 所以与欧洲的一些球队来比赛 中国队还是要抱着要以学习的态度 对 严谨的态度 而当时中国队战胜马其顿那场 也是贝兰的指教首秀 那当时是余汉超以及高级的进球 而在李皮上任之后 李皮总共率队三次面对欧洲球队 那么去年的中国杯是90分钟 战平克罗地亚点球获胜 而另外两场 去年中国杯0比2输给冰岛 以及之前友谊赛0比2输给塞尔维亚 所以其实李皮面对欧洲球队 在常规时间之内 还没有取得过什么 打克罗地亚那一场 当时最后点球大战咱们是赢了的 传到后点再扫回来 停了一下 已经在想打 这球没有能够控制住 多点的进攻 让我们看到了 威尔斯代表队进攻里面威胁线 在右边路突破到底线 之后再敲回来 还有队友来 抢到第二个点高超 沈超地球 拉到了脚鸡干附近来作业 而且有效地将球权 控制在本方的脚下 刚才提到这场比赛是李皮 帅领中国国家队第四次来去面对欧洲队 同时也是今天的这个球场 广西南宁的李中心体育场 第四次来进行中国国家队的比赛 对 因为第一次就是体育场的落成典礼 国度打巴林在2010年 然后就是去年的两场中国杯 而这座体育场 其实平常不太承担什么体育工作 演唱会倒是开了很多 张学友 罗志祥 周杰伦 陈奕迅 邓紫棋 等等等等 你现在能想到的一线歌星 大部分都在这开过了 应该是当地的一个体育性的 娱乐性的地标的体育场 最多可以上座率达到6万 我们看到今天的本次中国杯的首场比赛 由我们中国国家队的比赛 上座率也相当不错 是 这座体育场是可以有6万 然后边上还有附属的体育馆 是1万人的一个 也是NBA标准的馆 然后边上还有3000人标准的游泳馆 所以这是一个综合性的 一个大的体育中心 现在镜头上也是重现了贝尔 在这场比赛的进球 首先第一例进球 完全是展现了个人极强能力 最后的第二例进球 和第一例进球如出一辙 贝尔在上面上便完成了 每天而过 所以其实这一次的中国杯比赛 对于威尔士队来说最大的学念 就是看贝尔能否打破 这个伊恩拉什 贝尔是国家队历史射手王 29球这个纪录 那么半觉着刚才两个进球 贝尔已经把进球数到28了 尼克兰约翰在左边路 还是横传交给了贝尔 和自己先出的左脚来连续控球 有效的控制节奏 控球交给身后的本戴维斯 那么本戴维斯到了热四之后 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掌球的状态 资信更强了 现在也可以算是非常出色的 在国际队三的一名左边后 二十六年姆斯 再交换给本戴维斯 在后场来进行 威尔士代表队的传过 后场再次常传 迅速通过中场 沃克斯是中心的支点作用 没有能够形成很有效的回座 在伯恩利效力期间的沃克斯 现在已经不能算是伯恩利 在肖恩戴奇手下的首发前锋 阿什利班斯和信尽的克里斯·伍德 都要排在沃克斯的身前 但是沃克斯确实 他作为中锋战术意义 使用性的情况下 是非常有效的 对 那沃克斯到目前为止 代表 维尔士代表队 登场了57次 其中24次首发 打进8球 就你能看到 他的进球效率并不高 但他就是这种高大威猛 进距离 脚屎棍子一样 跟你搅和着 可能后头的贝尔等人 就有机会了 贝尔已经看到了 中国队要穿成 稍微低了一点 被中国队的球员 把球给破坏 我们中国队 这次进攻在中路 左右都有出球点 这球还是强打中路 他就护一下的时候 那边的姆斯上来 就大点攻 其实刚才我蛮想看到 如果给到右侧内部 吴磊的话 或许机会会更好 因为当时 从防守球员的距离来讲 余大宝身边的防守球员 其实距离更近一些 但可能对于冯孝顿来讲 在那一刹那 他抬头能看到的是余大宝 他可能无暇去顾及到 吴磊在右边路的一个情况 我们在进攻段 可以强打中路几次 再利用场地宽度 将球呢 在左右两个边线附近 来进行作业 寻求我们中国队 可以在边路进行传中 或突破的空间 如果一味的强打中路的话 我们现在看到 威尔斯无球的一个防守 都能站位 落位是很准的 所以强打中路 未必能够起个 非常有效的一个 作用和效果 球 等右侧 从内部手 停下来 吴磊作业 在底线附近 将球传进来了 吴磊西把球没收 吴磊西在水晶中的效力 也是一直是球队的主力的门将 对 他也是在狼队 对 他是出道于狼队 那个时候原先狼队的主力是2010年世界杯期间 这736名球员里面年龄最大的美国老门哈内曼 他给哈内曼打替补打了一段时间 那么哈内曼真的40岁退役之后 吴磊西就接手了狼队主力门将的位置 那么后来狼队降级之后 他曾经是外租到一些其他球队 包括当时也租到过水晶宫 但那个时候他的水晶宫是打替补的 我们后来又去到英冠啊等等 当他再次回到水晶宫的时候 最近几年这首发位置是坐稳的 对 中正这场比赛也是第15次代表中国国家队来进行比赛 今天出现在左边后位的位置上 接外球投掷进来 球回到中正的脚下 在大范围转移到中路的空位 在中圈附近 这场比赛我们看到威尔士队 其实在场上很少时间他们采用高位的逼翔 一般情况下是让中国队将球带到了中圈附近 或者是他们的本方的半场过后 再进行中场的交差 因为对于威尔士来讲 拥有贝尔就拥有了反极端绝对的一个速度 那么其实威尔士队没有必要去做太多的高位逼翔 让自己有太大的一个消耗 中场把球断下来 直传往前一走 贝尔往身后一跑 沃克斯在前点在支撑做一个牵制 其实比较简单 比赛不知不觉已经到了36分钟 而中国队现在暂时还是0比2落后于威尔士队 我们需要在进攻中打出更多的一些完整的进攻 让我们球迷能够看到一些进攻的威胁性 但毫无疑问的现在 威尔士队也是牢牢的将比赛的主动权控制在他们的脚下 这真的可能就是平常习惯的比赛节奏不同 所带来的场面上的不同 就是威尔士队所有的东西都比我们要快运开 这球又是在右边路大穿 开始横着那些 调整到自己的左脚位再穿到后边 头就再回到中路 沃克斯抢到了 球呢又进了 这回沃克斯 果然是一名出色的中锋 因为他做了中锋 最应该做的是 首先是包抄中路的传球点 随后他用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巧射 就没想到如此高大 如此强壮粗壮的沃克斯 在刚才这个瞬间的射门的时候 采用了一个合理的脚法 轻轻的一碰 这球呢便非常刁的 再次滚入了中国队的球门 而且我们一直说过 沃克斯的这个身体对抗这块的特点 其实从刚才这个球当中 我们能够看得很清晰 那沃克斯做轴做支点 把球交给队友之后 我们看 他是从后点突然之间插上 一步就跨过了贺冠 抢在了贺冠身前 我倒不觉得说 沃克斯是刻意说一定要打个巧射 只是说他要卡过贺冠之后打门 这是他唯一的选择 而且也受到了贺冠的一定的干扰 那刚好就打出这样一个力道 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是 沃克斯他在身体对抗方面的这个能力 瞬间启动之后 就可以半秒钟之内 把贺冠扛到他的身后去 同时呢 刚才的这次进球的进攻呢 也是指于沃克斯 是他在中中先将球呢 坐到了右侧 最后呢指于沃克斯 由他呢完成了球队 在这场比赛中的第三例进球的 最后的终结 这就是我们一直说的 沃克斯的价值 作为支点 作为牵制 然后包进去抢这个中中的落点 又来了又是贝尔 左脚推了一脚 球呢速度非常快 力量也很大 但袁静凌反应也非常迅速 把球呢不敢接 直接的拍出球场外 这个选择也是对的 钢特传到中路 这边一漏 直接的又是跟上来贝尔 左脚 完成了一次外脚位的推射 因为现在我们的后腰 没有办法给到威尔士这边 更大的防守压力 中场在失控的情况下 能让对方进攻打得非常的顺 所以也看看说 如果之后李皮要做人员调整的话 像蔡惠汤或者赵旭日 这样可能在中场防守属性 更加强的球员 有没有机会登场亮相 对于进区前加一定的保护 因为从第三个丢球 沃克斯中到第一落点的那个位置 其实也是后腰的防区 沃克斯等于也是在后腰的防区 拿到球 侧动进攻 再反身走进禁区 来面对中后卫 沃克斯把球摘出来 这边又是约翰 又是习惯的那些 最后转移到右侧 沃克斯把球顶下来 想从再传进来 落点之家 曾娇婷 把球解围出了底线 我们看到威尔士在比赛中 这个左右两边的一个调度 包括在横传的时间选择上 传球的落点的控制上 实际是我们应该去学的 就是进攻打得要非常的 左右两边的比较活的感觉 是 角球主发者哈里·威尔森 那么今年21岁 而且是今天就是这名球员的生日 21岁了 把球开起来 一点横小婷 头球破坏 有效顶到进去外 所以说乔阿伦的反规 哈里·威尔森也是所有权属于 红军六谱 红军轻讯出品 那么为了更多的比赛机会 现在是租借到赫尔城来锻炼 而代表赫尔城已经打了 各项赛事七场比赛 进三球助攻两回 应该说这个表现是非常给力的 是 陶俊明 也是再次采用向前的传球 中国队内也是可以向前的传球 和奔两边的传球内来结合着打 但是感觉对方的防守球员的 用力度硬度的防守 还是给我们进攻的造成很大的一种障碍 广慢的推进在左边路 从现场都有多名的队友来接引 传得不错 在座 对于韦诗豪没做好 落点有出球点 过得到这一侧 王宣超来进行右路传珠 一点稍微大了一些 但是第二落点想回的速度非常快 同时可以二次进攻再传起来 没有选择非常出色的一个进攻方式和出球点 对 其实对于威尔士代表队来说呢 他们也是在历史上的只是一次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 还要回到久远了18年 在2016年形成突破的欧洲杯之后 他们也没有能够进入到今年了 不过是谁维冲一次快速推荐 就是若和斯奔跑起来 现在被冲焦亭先断下来 正中在分个靠近左侧的队长冲焦亭 这队长就稍微大了一些 还能控制住 比较格外小心在中后场代球时候的一种拿球 因为一旦给对方机会 看到威尔士队的抢劫能力很强 这球又是没有老老挺好 今天王宣超的状态不好啊 贝尔士第一个人又是能够获得脚球 你看到贝尔实际上在进攻中 他总是能够最终获得一个对球队有利的结果啊 不管是进球还是突破传中 还是像刚才这样一个又为球队获得一个脚球 而又有一次给他们多名身材高大球员来发挥投球能力的机会 他在本场比赛当中王宣超的一个整体的感觉 可能从开场那个丢球之后啊 这个心态就没有没有很好的调整过来啊 其实也难为他 因为有时候他这边面对的是贝尔直接的冲击啊 对 希望他能尽快的调整好 哈里森把球抬起来投球 第一点没有能够顶正 球呢从禁区另外一侧滚了出去 阿什利元姆斯先回传 乔阿伦过度啊 本戴维斯的位置刚才是球队脚球 边后位或者说呢 在左边的中位的拉到中位的位置上去帮助防守 本戴维斯 安迪金交给了乔阿伦 近距离的我们看到贝尔在中前场 前后场的活动范围非常大 忽左忽右啊 书记开始横着 左脚来一下 打得比较正 给严峻林没收 反正想过去抹一把啊 丢了三个球之后 严峻林感觉心情也不是非常好 是啊 那么需要李皮在中场休息的时候 做出有地方使的改变 我们这个上半场呢 可以说我们看到了一些问题 我们也是发现了一些球队 所以在比较能够一些不足 需要在下半场 无论是换人 无论是阵型 甚至是打法 进攻方面打法 需要李皮给予球队 下半场参加比赛球员 更多明确和直接的一种帮助 是 因为我们现在找不到一个进攻的突破口 或者说我们找不到一个威尔士代表队 在后方线能够给他们造成慌乱和压力的方式 主要是因为咱们控制不住中场 而控制不住中场的原因 我们看 这就是我反复强调的 我们的节奏慢 对方的节奏快 你看这边 还是左脚拉一下 球又进了 这回我们提到过的 今天过生日的哈里·威尔森 在自己21岁生日这一天 他代表威尔士代表队 打进了一例非常关键的进球 将上半场的比分呢 已经是改变为4比0的生日功率 这也是哈里·威尔森给到自己的一个生日礼物 而我们可以看到 威尔士代表这几条打门 在相对无人盯防 或者说防守力度 镜头对准增成 我觉得导播这时候给这个镜头 这个意义 换成增成 他又能扑出几个呢 的确 这是我往往说的 就是当我们看到 威尔士代表队 当他射门的时候 受到的阻碍并不多的时候 他打出的球本身的这个质量跟准确度 的确是非常非常的高 这是球员技术攻击的体现 而我反复强调的一点 上面上反复强调很多次 对方的节奏比我们坏 像刚才这个球 就是黄博文拿球之后 还是可能习惯于我们联赛当中 那种相对比较慢的节奏 黄博文拿球顿了一下 就你顿着一下 你觉得没什么 威尔士这边 直接后插上 把球断掉就单兵突进了 所以说就是黄博文加浩俊敏 他们本身习惯的那种组织进攻的节奏 今天是比威尔士这边的防守节奏要慢的 会让威尔士这边 直接把他们俩的球断下来 那他们俩既然无法组织起有效的进攻 是不是可以考虑 蔡惠康或者赵旭日 你来上来多防一防啊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上半场比赛已经正式结束 那么上半场比赛的威尔士代表队 暂时4比0领选于中国国家队 上半场最后一个进球呢 是由他们今天过生日的21岁的16号球员 哈里·威尔森打进的个人代表 威尔士代表队第二次出场的手球 就是镜头上这名年轻的球员 他已经完成了在威尔士代表队中 出场的进球账户 上半场比赛 中国队呢也是没有能够踢得非常的出色 和非常的顺利 需要中场休息 给予一定的改变 李皮必须要做出一定的改变 太喜欢就是 说实话就是严峻林丢完第四个球之后 镜头队里增诚 这个意义何下场 难道增诚上来之后 其实这几个丢球不是严峻林的责任 或者说呢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在这样一个比赛大比赛落后情况下 无论是场上的中国队的今天 在下半场比赛的球员还是在场边替补习象的所有球员心情呢都应该是并不是非常的愉悦 没错 那么在下半场比赛呢我们看到已经正式的开始了 而中国队呢将会穿着传统的全身红颜色球衣短裤黄颜色球袜 在下半场呢从平的右侧奔左侧进攻 威尔士代表队穿着白颜色球衣绿颜色的短裤相同颜色球袜 在下半场从相反的方向来采取他们的进攻 赵旭日也登场了 中队的换人幅度相当之大 刘一鸣 李学鹏 赵旭日 何超 于汉超 何超 已经换了五个了 所以换人之后的这个具体站位情况好像我们看到 在前场告林和于大宝也都被拿下了 现在前面是韦时豪加上吴磊 两个人顶在前面 然后在他们身后 赵旭日 韩俊敏 何超 形成了三个中前位的组合 然后于汉超打右边一位 左边一位李学鹏 三中位冯小婷 郑争 刘一鸣 应该是整个阵型也变了 也变为一个三中位的体系 然后让于汉超这样一个攻击能力非常出色的边风 去特串在右边一位的位置上 你必须要用这样的一种辩阵和球员的轮换 看一看下半场 能够让中国队在进攻方面打得更加有效一些 在后场直接的长拳冲掉 在下半场没有看到过太多次中国队 才用向前的纵向传球 增加这样的传球可以有效的来通过 现在踢的并不是很顺的 贝尔左脚直接抽力量非常大 这球呢他也不停了也不带了 而是采用自己的直接远距离的射门 被严俊龙迅速的扑倒 其实现在我看到变为三中位体系 加强了对于中间的保护 同时有赵勋日加何超两位的登场 也可以稍稍的增加一些中场的防守力度 这可能也是理提基于上半场 咱们进区前30米区域 没有防守型后腰 极度保护不力的这样一个情况 以及中后卫 的确贺冠可能一上来还比较积极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慢慢慢慢还是展露出自己差距之后 做了一些针对性的调整 沃克斯现在是坐到在球场上 对于他来说 这样的冲撞应该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务 调整了一下 以及和班长比赛主裁判来进行的交流 还有球迷在问沃克斯效力哪个俱乐部队 伯恩利 伯恩利对 最初是伯恩茅斯出道 然后去到了狼队 也是在狼队效力了很久 那么最后在12年的时候 从狼队转会到了伯恩利 也是跟着伯恩利从英冠打到英超 而在英冠层面 因为沃克斯这种纯英式草根中锋 非常吃香 各种横行之状 那么到了英超需要有的时候 还需要比英冠更加精细化一些的时候 沃克斯会略有情绪 对 现在肖恩戴琪拿他就作为一个轮换的前锋来使用 还是伯恩利一直以来的保持着三名主力前锋之一 所以在伯利阵中本赛季在联赛层面 沃克斯登场了22次 其中7次首发 有三个进球入账 那么上个赛季 38轮下他打了37轮 首发21次进球10个 而打英冠的时候 他曾经是有过 13一次赛季英冠20个球 1516赛季英冠15个球 这也是在中场那把球权先回给了队长 阿什里威廉姆斯 转到这一次 小伙曼里面还能不能追上 其次对球没有拿稳 被乌磊偷下来 接近了对方进去左侧 这球给伸前球 小伙曼里面 琪阿伦回来 把球权控制在自己脚下 展现了一名后腰球员 刚才在帮助球队防守中起到的作用 是 而且琪阿伦他非常能控中场带球的一个节奏 而且乔尔伦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 一日渐成熟 看起来就一个1米68小个 很硬朗 有点这种B2B的属性了已经 就想说这个赛季在斯托克城 他到目前为止 31轮联赛常常首发 4个进球7个助攻 但是在防守端 他还有8张黄牌 上个赛季他在斯托克城 还领了10张黄牌 就防守端有的时候 该做动作绝对不遗余力 但是进攻端 他现在也成为了 至少是斯托克城的一个组织核心 而他当年在利物浦的时候 从2013年到2015年 两个赛季加起来 不好意思 应该从2012年到2015年 三个赛季加起来 都一个助攻没有 所以就能看到乔尔伦在这几年 他自己身上的一个改变跟进步 是 其实在利物浦队呢 并没有能够踢成功 但是早年在斯托克城 包括现在在斯托克城 踢的都还是比较的出色 这个时候全场比赛 已经到了50分钟 我们先来看 中国队这次右边的进攻速度非常快 形成的突破 宇远昭将球传导中路时第一点 被对方挡出底线 我们获得了这场比赛 应该是第一次绞球 辩阵三中位体系之后 在同时又增加了中场的后邀人数 进行一定的保护之后 中国队场面上是比上半场好看一些了 对 看看我们的前场定位球 能否帮助我们在这场比赛中 优手掌握 宇远昭开始把脚球开起来 一片混战完成了打门 还是不错的 看到了韦世豪 凌空的直接都射 在前点 在半转身过程当中直接去打 这个其实对于 技术能力要求很高 我们看一下 确实非常高难度一脚打门 感谢2018中国杯官方赞助商 一信普惠的大力支持 一信普惠 生活因信而美 那么通过在下半场开始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在前场定位球方面 我们如果能够获得更多的前场定位球 毫无疑问可以增加我们在下半场比赛进攻的威胁性 下半场的整个阵容相比上半场来说 也是更加的务实一些 就上半场这个阵容 可能你打一些弱队 中队会占据很多的一个优势 让这个黄博文跟浩志敏控制住中场 前场四个风匠一块冲 能够占据很多的一个优势 但是打威尔士 似乎咱们真的想要去 用进攻型后腰主控 比较困难 在下半场 所以我们看变得更加务实之后 局面有改革 所以这一次换个你在上半场 结束前提到的 就看看李皮会不会在阵容阵型 打法人员上做调整 果然全换了 而且那也造成了现在 威尔士代表队在比赛中 我们看到也出现了 他们后场的一种紧张 全球出现失误 包括也增加了 他们的回传的次数 而且我们可以注意到 现在中后场 咱们国足将士 彼此之间的站位距离更近了 阵型更加紧凑 可以形成保护 而上半场 那四个前锋一块处前面 后面就剩下黄博文 郝俊敏跟四个后卫 站得有点太开了 所以说李皮在中场过后 一口气换了五分球 也算是换了半支队 然后在下面场呢 新上场的球员 在体能充沛的情况下 能够更加的表现出色 最后是被整个李皮 目前为止呢 李皮也是和博斯克 唯一的两名 能够在自己的执教生涯中 既获得欧洲冠军联赛冠军 也获得过世界杯的冠军 仅此两名都是老帅 就是正向的冲击球 就停得不错 就先来看看队友的位置 现在还是盖刀空位 有个潮纳球 传到湖顶处 乌磊碰中路 再做给乌磊 乌磊在湖顶处 乌磊一脚打 我们这球没有能够抽正脚法 但是这次进攻 我们就需要看到的是这样 能够在进攻中打的线路清晰 而且这次进攻已经打出来了 乌磊在本赛季的2018的中超赛季 不仅仅是瘦首榜现在暂时第一 同时在比赛中 他的场军摄阵球门次数 也是在联赛中排在非常高的位置 但这脚球是急于能够踢向球门 没有能够找法找法 可能因为乔磊已经过来准备要断球了 对于乌磊来讲 如果说多调整一下 可能也会被乔磊断掉 看起来威尔士队这边 是没有进行任何的一个人员的变化 依然保留着他们在开场时候的首发11人 球队也是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 还要给这11名球员更多的在场上比赛的机会 那么在这场比赛过后 在明天这场比赛开始 的同一时间 将会进行2018中国杯的另外第二场比赛 乌拉圭将会来迎战捷克 而三四名的决赛和冠亚军的决赛 都正在下周一26号 当天来分别进行 林小婷在后场 最近这一次进攻呢 在后场先走到右侧 对方呢已经是在边路做好了防守阵 所以我们的右路的视图进攻没有能够成功 反正身后球力量也太大 确实进行了辩证以及球员的改变之后 现在 威尔士代表队在下半场比赛中前场的进攻的威胁性呢 也是和上半场比起来有了明显的下降 感觉下半场中国队的阵型稳了 对 吉格斯呢在场边也是看到了一些啊 阅读出一些 所以他在场面现在已经是站在场边来进行督战 但感觉我们比之前要稳很多 嗯 阵阵 太球在左边路一路上来 空间比较大 在选择出手点 选择横传交给了乌磊 有过渡 刚才豪俊敏 他就停在脚下 用自己的右脚连续的触球 对方进行传扣 再分到右边 中国队这次进攻打得非常耐心 目前呢由中路转移到右侧 再想回中路的时候 船球被对方碰了一下 第二六点争一争 能不能抢到 找徐日 辅助 自己强射 增加了我们在第二六点的保护 同时增加了我们在对方禁区前沿的打门 这样的一种行为 实际上就是增加给对方后场的压力 那么必须让威尔士呢 能够在下半场比赛中 过得更加的困难一点 比得更加的困难一点 上半场我们是想攻 但是真的能力上有欠缺 这个阵型 这个偏攻击型的阵型 在实力的差距之下 真的是攻不上去 那下半场咱们把阵型 稍微摆下来一点 先让咱们自己的 牵区前30米去稳住 所以现在看起来 局面是比上半场要好不少 威尔士队也没有办法说 很轻松地利用我们在 可能上半场的 这个后腰防守位置的空档 去做更多的文章 打身后啊 控球啊等等的 都做不了文章了 因为咱们人都已经堆上去了 苏宁体育超级 品类日 这就是潮流 上苏宁一购 时尚好货 等你来选 那么在威尔士队这边 他们在下半场呢 也是采取了要远距离的 进行长传球的试探 因为他们在中场的 现在走地面 也过不来 刚特把球红传 这边是哈利维尔森一脚直塞 这就没有越位 洛克斯 看一看变才 看起来呢 是一次没有越位 这样的话呢 比森再一次被扩大 哈利维尔森的这种灵气 跟他瞬间的这种视野 以及咱们可能 几名后卫站位太平了 打了一脚直塞球 这样的话呢 维尔森在自己过生日这一天 不仅仅完成了代表 维尔士代表队的 个人的手球 现在也完成了一次助攻 而帮助沃克斯在这场比赛 也是完成了梅开尔度 这样的话 贝尔两球 沃克斯两球 哈利维尔森一球 现在维尔士代表队呢 已经是5比0 领先于中国国家队 而从刚才的这个 慢点头来看 的确沃克斯是不越位的 他一开始是越位 但是在传球前 他已经回到了不越位的位置 在哈利维尔森球传出来 那一刹那 他刚好已经回到了 不越位的位置 所以不是说 球传出来以后 再从越位位置回接 而那一下 我们在远端后点 有一名球员 拖在了后面 沃克斯的往常 在代表维尔士比赛的过程中 他的投球的 进球的比例要 多于脚下 但今天他的梅开尔度呢 都是用脚踢 完成了破门 那也是沃克斯代表 维尔士国家队的 第9个和第10个进球 就是刚才 空队这个造的 这个后背线 造越位不够统一 然后呢 稍稍有个人拖后面 但其他人又站得实在太平 也没有一个保护 同时哈利维尔森这个传球的 瞬间这一下的灵光炸现 这天赋 跟灵气 好几名 还是利用场地宽度 交给了李学鹏这边 从自己先出的左脚 他在左边路 能够传中的机会 将就传起来 头成顶了一下 没有能够抢到第一点 但是在外围 还是可以连续的 进行进攻的时候 哨音响的 一名威尔士的球员 看起来是本戴维斯 捂住头部 摔倒在球场上 可能跟韦翔这一下 头碰头啊 还是有点晕 李学鹏呢 在速度上有优势 并且将球直接传到了 对方进军内 第一点被本戴维斯抢到 随后和韦翔呢 两个人都是撞到了头部 李学鹏也是这几年进步 非常大的一名球员 我们都知道 他是中后卫出身 就是这个大连独球民宿 李希才的公子 到了恒大之后 其实才渐渐地 在左边后卫位上 越打越多 但现在我们看 刚才这下助攻 传球已经有模有样 这个跟他当年出道 打中后卫的时候 已经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 现在这个三中卫体系 是正中卫打的 左定人中卫 都不是正儿八经 中卫出身的李学鹏去打 好球警出来 李学鹏先大脚开到空中 沃尔士场边 我们看到 也是有三名球员准备登场 22号的伍德伯恩 要登场 10号的布拉德逍遥 还有15号的艾文斯要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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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守端没有注意 对于身后的保护 刘一鸣也都已经内收进来了 沃克斯在刘一鸣的身后 而余汉超 毕竟是右边风除神 可能打右边异位这个位置 真是没怎么打过 在防守端的整个意识啊 等等的 的确 可能会稍微有些程序 而且刘一鸣也是判断 有些失误 他以为他可以 把这个球先顶出去 结果没想到贝尔这个传球的线路跟落点 不是刘一鸣的肚子头 是 也是年轻的刘一鸣 我们这场比赛在中场的拼抢的力度 都是非常主义 这场比赛到现在61分钟 整个节奏的还是非常快的 并没有越位 看看又是贝尔 然后呢 贝尔在这场比赛中 完成了帽子系法 贝尔已经追平了伊恩拉什的 贝尔是国家队历史进球记录 29个 目前他跟伊恩拉什共享 那么我们相信 贝尔打破伊恩拉什的记录 也就是时间问题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贝尔呢 在这场比赛中 只要有在自己 在禁区内 非常好的 个人代球的 机会的情况下 他基本上都没有能够 错过 这球又是直接给了他一个身后球 还是造月位出现失误 嗯 贝尔被换下 上这个小将武德博恩 那么这场话呢 贝尔在这场比赛中呢 也是打进了三球啊 面带微笑的 在这场比赛中呢 被换下场 同时沃克斯也被换下 上的是这个 10号布拉德肖 乔尔轮下场 15号伊万斯登场 看一下 沃克斯在换人之后的 整个战位体系啊 冠上15号伊万斯 22号武德博恩 以及10号布拉德肖 一口气 吉德斯也是在这场比赛中呢 只有三个队 目前看下 三个人是纯队位 嗯 我们看到 现在前场就是 10号的布拉德肖 以及22号的武德博恩 而15号的伊万斯 就直接处在了 原先查尔轮的 这个中前位的位置上 对 这三个人是纯队位 并没有其他的这种 站位或者是阵型上的调整 对于艾文斯来说呢 这也是他第二次来代表 威尔士代表队 来进行正式的比赛啊 嗯 而布拉德肖 目前是在这个 巴恩斯利队效力 在英贯层面 目前有11个联赛 进球入账 而另外一位 22号这个武德博恩啊 这个小伙是值得一提的 也是一个青年才俊 17岁就代表 威尔士国家队首秀 在面对奥地利的 一场比赛里面 还轰了一脚世界 对 这场比赛 现在也是这个 红军六普的一员啊 对 但是红军六普 非常年轻的一个青年球员 这场比赛呢 第七次 威尔士的代表队来比赛 之前呢 就进过一个球 就是那叫打奥地利的 还是他首秀 就是一个世界波 对于这名年轻球员来说呢 如何能够在 以后的俱乐部层面 获得更多的顶级联赛 或者说英冠联赛的冲场 对他的说法 实际上非常 要去考虑的问题 所以我们都知道 很多顶级联赛的 这样的一种年轻的球员 在提前封对着他 更多的会采取 被猪戒成熟 那么随着这场比赛的 高节奏的对抗 以及高节奏的攻防 到现在下半场 65分钟 我们看到双方球员的 这个体能方面 是有一定的那种消耗 在比赛中呢 也会经常会出现一些 犯规和球员 调整受伤的一种情况 贝尔 心情确实相当的不错 在让比赛中的踢的 也是非常的顺利 贝尔下场之后 我们看也是手上拿着个水瓶子 要补充一下能量 埃克森教卿在后场 开始这一次的进攻的组织 跟到右边 广慢的推进 对方依然和上场一样 高位不必强 出球呢 还是落点 没有能够控制好 现在当威尔士队把他们最有威胁的三个点 阿博斯 乔埃伦 以及贝尔 换下的话 看看咱们中部队 也能不能够利用对方下主力的这个机会 对 多争取 产生一些威胁 下的是三名绝对球队的主力 所以 可能我们在这场比赛余下时间 能够 踢得更加顺利的一个机会 对 阿什利 维莲姆斯 实际上在本赛季埃伏顿的比赛中 他在中后位位置上 虽然能够站稳一个主力 但踢得其实并不稳 无论是和小街 还是和老将 其他的中位的位置上 队员的配合呢 都没有能够找到一个 最理想的一个方式 你看能不能抢下来 浩久米 一点为回头的文章 他那些大脚奔钱去开 还有一位球迷叫身边的宇宙 还发来留言说 其实面对这样的强队 咱们场面被动的需求 其实也是比较正常的一件事情 其实还是多个强队过手 过招和这种高手去交手 能学到东西 也能够让我们认清到一些差距 能够帮助我们去做更好的一个成长 对 其实我们与世界强队在比赛的过程中呢 是向对手学习 抓住这样的和世界强队进行就冲赛的机会 就能够达到练冰之效果 在中路 武多伯恩把球迁回到后场 依然球权打到在卫士代表队这边 也给推进上来 空间比较大 再转移到左边 再直接传起来 完成了边中结合一次中路投球的重点 但这次我们在新区里面的盯人 郑争还是盯住了布拉德肖 尽管这一下对抗之后 郑争似乎也比较痛苦的倒地 在一对一的身体对抗方面 威尔士队这边还是比较擅长的 对 这是他们球队的一个风格和特点 球名多数情况下 是在英格兰的联赛来去踢 多年的莫巴国拿 他们不怕对方的身体的压迫和对抗 在后场小出球要格外的站好出手点 对方的这一波的高位比较的前场 有三名球员在跟着中国队的传球在移动 我们在后场来进行场地宽度的利用 转移到到这右侧的位置 到这女回车来借用一下 可以尝试着这样的进攻 产生像刚才这样的去抠对方后期的机会 虽然这样的一种进攻方式 我们一次没有打成功 但是不要因为这样的一次不成功 就接下来停止这样的一种进攻的尝试 我在比赛中的海人 不同的一种进攻方式去尝试 发现对方最不适应的一种 还是网友姆斯 注意到身后有中国队的球员 所以把球员动场地边上的长传球出击 哨音虽然没有能够及时的响起来 但最后才把一个吹响的哨音 最后还是吹了正争 面对对方的年轻球员伍德·浦恩的方式 这边继续要大面积的换人了 包括18号的梅珀姆 23号洛奇 把本戴维斯也被换下 是 对对的 那边是还有十七号的我随时也要登场啊 这个换人牌确定没有举错吗 17 换15 15号艾文斯这可是下半场刚登场啊 对对这换人牌确定没举错 所以现在镜头对准艾文斯也是显得非常的郁闷啊 真吓呀 正好刚刚上场不久的艾文斯 5号切斯特 23号洛克耶替了切斯特 的确是举错了 17号沃特金斯替下的是 16号的哈里威尔森 而不是这个是5号艾文斯 忽然想说这也太太无厘头了吧 同时中队这边也换人 邓涵文换下冯小婷 这是在后卫位位置上的一个球员的轮换 看一看接下来比赛中中国的后防线的站位如何 同时中战在比赛进入到70分钟之后 又是进行各自换人的一个调整 现在有些代表队也常常过不去 所以以前不是球队的阵盟 刚刚上了18号梅法姆 23号法克伊尔 他们也获得了在这次中国杯可以上场来进行比赛的机会 那么同时中国队这边我们看到呢 一直受礼服非常赏识的小江邓韩文 也是获得了可以在比赛中出场的 可以有算上二十几分钟的比赛的时间 习惯的出现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 在中卫的位置上邓韩文也是可以扩转 这么快又回到四后卫了 邓韩文在右 李学鹏在左 正争刘一鸣两个中后卫 这么看就是打了二十多分钟的三中卫体系之后 贵拉队似乎是又回到了这个四后卫的一个阵容当中 然后在中场的位置三名中前卫 何超 浩俊敏 赵徐日 然后前场三差级是吴磊 韦世豪跟吴汉超 似乎是又变为一个有点类似于像四三三这样的一种感觉 采用不同的一种阵型采用不同的一种球员 要寻求着我们在这场比赛中的一个好的进攻方面的改善 所以通过下半场比赛我们也看到呢 威尔斯这一边也是没有将上半场快速的一个比赛节奏带到下半场 那么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呢 威尔斯提的也是很聪明 他们将节奏降下来 在威尔斯这边下大盘降节奏的情况之下 我们再一次选择了变阵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次咱们本场比赛本来是第三次的一个变阵 能否再收到不错的效果 因为其实上半场一上来那个阵容的确太冒险 打威尔斯中场想要让黄沫温跟浩俊敏去拿球也拿不住 老是丢防守力度又不够 那么下半场一上来呢 打成了这个三中位五后位之后 在增加了后腰人选之后 的确那两个丢球是属于身后落点保护的问题啊 有点属于这种造月位失败 但是阵地方面咱们算是比上半场要稳不少啊 是 其实已经是我个人感觉是有一些进步了 有进步 那么再看这一次利用对方下大盘降节奏 咱们再改打433 能不能给场面上再多出现一些变化 这球人修分过 这个就是迪克兰约翰 约翰22岁的球员的体能非常充沛 邓汉文的把他限制住 他才用回传 45度位置 鞋插进来 再进区里面 再传到门前 一下被挡出去 第二天我们保护第二落点也做得不错 先把球能破坏出底线 这就是伍德伯恩 1999年出生的小将 在利普呢 他一般上场的时候都是在前锋的位置上 所以说 替换下的沃克斯 也是改变了 威尔士在这场比赛中 前场的一个前锋队员的 前锋队员的一种特点 已经撤下了高大中锋 而换了像伍德伯恩这样的跑动能力 很积极 小个子的跑风 伍德伯恩亲自来驻罚 卫视的这一个脚球 在球门的左侧 用自己的右脚兜起来 落点其实很不错 太后说咱们这边 李学鹏啊 第一下还是扛住了 对方的18号 梅珀姆 这球被阿什维维尔姆斯断下来 自己打 角度比较小 也是被严志明准确的封道 在中国队的历史上 最大的比赛的比分失利 是曾经在2012年 0比8输给了巴西 我们希望这一个记录 在今天不要被 中国队在这场比赛中 去打破 也是期待中国队 能够在这场比赛中 有所进球 以什么样的方式 其实李皮在赛琴也说过 说他希望 跟威尔士这场比赛 能让 国足将士们 学到一些东西 能够有所进步 哪怕只是一些意识层面的 让我们知道 跟对方的差距 具体在什么地方 对 那也是好的 因为你知道差距之后 你要去提高 你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甚至于不是这一代球员 就能够完成的 但是要先知道 现在可能世界顶级的球队 或者欧洲的强队 他们的节奏是怎样的 他们踢球的方式 处理球的方式是怎样的 那咱们尝试 朝他们的这个方向 去做靠拢 所以这其实 我希望说这场比赛 还是可以 李皮说的话 就是国足将士们 还是能够学到这种 看看李学鹏这边 又是直接的兜船 左脚传球速度非常快 但是对方的 跟防的队员 也是迅速的 将这一次李学鹏的船中 在挡住球场外 我们要从一场比赛中 积极的方面 去看到一些正能量的点 对 来帮助 中国国足在未来的一种进步 在未来的一种提升 余汉超 近距离交给了李学鹏 再直接塞给余汉超 在近距离里面 调整起来 右脚打一脚 余汉超 差一点点 被李柱所拒绝了 而且我感觉这亨尼西 拖了一下 拖到门柱上去的 余汉超这脚球质量 真的是高 伊考斯基非常快速的内切 拉开了自己右脚 射门的空间 随后迅速的将球 打向了对方的球门 我们再看一下 扛住对方 拉开了射门空间 随后完成了打门 扛住了这刚特 洪内西好像是还蹭了一下 但不管怎么样 蹭没蹭 是不是抹到了 这曼尽头最后那一下 不给看清楚 但毫无疑问的是 这场比赛中 中国队在最有威胁进攻中 完成了一次中注的进攻 对 我们希望接下来的比赛中 能够上演更多的 这样的中国有威胁的打门 而且更让我欣喜的是 一个感觉心理对抗 对 就上面上 其实我们很多次的心理对抗 真的是处在下风 但是刚刚余汉超能够扛开刚特 这一下让我们感觉 有惊喜 如果刚才那个球 真的是亨尼西 只肩抹到一下的话 真的会觉得 为什么他要长1米98的个子 他个很高 这要稍微换一个矮一点的门将 哪怕190的门将 可能都够不着 够不着这事可能就两说了 对吧 余汉超再把球传到中路传身后 但是毫无能够抢到球 还是被压师联维姆斯 第一时间的把球在后场 拿到之后大脚的去开 因为他们已经感受到了 后场的一种压力 而刚才在这次防守 余汉超中注进攻的刚特 也是在这场比赛中 完成了他个人的突破 刚特现在应该已经是 威尔士代表队历史上出场 第二次数多的球员 这个在本场比赛开打之前 不是还有广西当地的球迷 两段女球迷的视频吗 就说我们是 这个威尔士死忠09年开始追 我最喜欢他 真不是贝尔士 刚特 这边右边路也是有传终机会 把他传起来 严俊明第一落点 控制得非常出色 随后迅速地把球抛出去 抓紧时间 奥俊明在后场地把节奏稳一稳 就到了刘宇明脚下 在去年年底的恩阿贝呢 刘宇明作为中热 也是参加了比赛 刚才何超也是出现失误 我们看到在上半场可能出现这样的失误之后 威尔士是就地直接发动反击 一本一关打身后 但现在在这样的比分之下 威尔士换下了大部分阻力之后 我们看也是 我说避免更多的一个消耗吧 对 属于控制 矫整 这样的一种思路 我必须要客观地来看 这一次的中国杯 所邀请的三支代表队的整体实力非常强 我们今天面对的 威尔士呢 目前是四支球队排名最高的 国际足连在三月中旬 所攻的排名排在第二十位 而其他的两支球队实际上排名也不低 乌拉威是第二十二位 而杰克是第四十三位 这和2017年第一届的中国杯所邀请的三支球队的整体的国际足连排名来说 今年的对手更加强大 而且那个时候中国队还七支多位 现在中国队都已经六十五了 最新的一次国际足连的排名 中国队是上升了三位 现在已经达到了第六十五位 也在亚洲呢 现在排在第五位 国际足连把球转移到右边 我们在一段时间 右路是没有任何的做文章的情况 如磊拿球 跟中路去横扫 投球垫一下 再想折回右路的时候 被对方拦截 之后高位的逼向 对方出球有点不稳 但是还能利用多名球员的近距离位置 把球奔回去穿 而且我们看到 现在中国队其实左右两个边后 位压上的幅度非常大 刚才我们看 李学鹏已经多次是压到底线附近 而一开始 就上一波进攻当中 就是邓涵文杀到了右侧 比较核心的地带了 沃特金斯想要抓一次快速反击的时候 先是攻方的犯规 背后有推搡动作 推倒了郑征 郑征 这是鲁能的球员 八九年出生 当时也是布拉泽维奇 那一波国奥的主力左后卫 对 他和张林鹏是一波的 包括吴磊 虽然比他们小两岁 但是因为能力突出 所以当时也是跳级 直接入选到他们那波当中 对 郑征也是曾经在代表 中国国家队的比赛中 也完成过进球 所以说一名后卫队员的也是有很强的一个得分能力 比赛已经进入到81分钟 看来比分的目前的是VS代表队算是6比0领先于中国国家队 看来比赛最后的算是伤心股时可能十多分钟的时间 从来进攻端的时候还能够呈现出一些精彩的配合 这场比赛也是中国队自上一次球队的正式比赛 96天以后的首场比赛 同时也是进入到2018年国足的首场比赛 巧妙的配合 带进去里面摔倒了 这一下刘一鸣产球很干净 而且下角的一个时机很准确 很果断 虽然艾文斯坐在球场上 适应的这球是对方的犯规 但是台湾的手势已经指向了 这应该是一个脚球 这是一个门球 直接开出来 其实从迈镜头来看 刘一鸣最多也就是鞋钉蹭一点点 可能的确蹭的不明显 但是可能主台湾看来 一是个比分 二来呢 那个球也觉得说 艾文斯自己仓得有点大 已经失去了对于球的控制权了 而且可能也就是刘一鸣这下下角 时机比较准确 正好干扰到艾文斯 艾文斯也脚一抖 就失去了对球控制权 看起来是挺吓人 但是 这球一定要处理清楚 这边的沃特金斯把球断下来 幸好还是要强打中路 但是没有任何的空间 能力把球断下来 就游户转攻 大范围的转移 这球传的思路是对的 当这边能不能追上 这球速度非常快 把球再摘出来 李学鹏这边 他这边进攻能力是勤的 差一点点就过人了 没有能够把球留在自己的脚下 是人过球不过 在下本场上场之后呢 李学鹏在左路至少已经有 四次成功的 这样的突破 两到三次把球能够传到对方的进去中 李学鹏扛住了对方 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在这场比赛已经是完成了 现在成为了威尔士代表队 出场次数第二多的钢特 经营非常丰富 同时在英超英冠的 常年来去中战 对 在雷丁的期间呢 是曾经在应该是五六年前 是雷丁打过当时的英超联赛 对 那么所以说今天我们面对的对手 不仅仅是一个排名 世界第二十的威尔士代表队 同时他们排出了 在首发阵容中相当强的一个首发 在经验层面 在球星的能力方面 已经是高度的备战 对 那么看起来吉克斯呢 也将会是完成 威尔士新帅首场 多年不能够取胜 甚至都是连败的一个魔咒 过去七个主帅首秀 全都砸锅 全都输掉 这次终于是赢了 上一次赢 我们上面上也介绍过 上一次主帅首秀赢球 还是在1995年 当时古尔德的首秀 1比0战胜 摩尔多瓦 进球的也是之后 曾经首秀输掉过 而如今已经在天堂的 加里斯皮特 是 是这样的 吉克斯也是透露 在他决定是否来接任 威尔士代表队的主教练的时候 他还咨询过 佛爵爷 佛格森 那么佛爵爷给出了 他一个非常直接的答案 是一定要抓住这样的机会 右边5的伯恩 把小球开起来 点不错 投球顶到了 高了一些 这名小将看起来 定位球的 出球的能力也很强 18号的梅峰姆 顶到了 在前点的位置 还是冲抢到了来球 最后 垫得高了一些 球没有能够 顶在球门范围内 希望说吉克斯 这场的胜利 包括接下来 如果吉克斯还能带队 取得更多的成就 也可以在平息一些 国内对他的争议 对 因为吉克斯 哪怕上任 威尔士主帅之后 都有争议 理由还是基于他当年 代表 威尔士国家队 登场期间 很多次有一赛 他就不踢 可能那会儿 是跟福克森 有过交流等等 大家都觉得 做得不够忠诚 但其实吉克斯 对威尔士 已经够忠诚了 他能选择英格兰 他都没选 而相应的贝尔 也是如此 贝尔的外婆 是英格兰人 是可以选择代表 英格兰代表队登场的 但是贝尔也说了 吉克斯是我偶像 他有一点遵循 吉克斯不法的意思 其实你看到 贝尔在自己的 作为球员的 这个吉克斯 作为球员职业生涯中 他实际上代表 威尔士代表队 出场的次数并不多 但我们都知道 他的职业生涯的 年头是非常准的 对 所以这也是有的时候 容易导致一些争议 他退出贝尔士代表队之后 还代表曼联T7年车 那这边 余汉超在进去右侧 把球都控制在自己脚下 进攻属性非常强 再传到中路 第一点被对方扫出来 但是余汉超上场之后的 活跃程度真的不错 还有那一脚差值毫厘的打 是 余汉超还差一例进球 就能完成他代表 中国国家队的第十例进球 进球数就能够上双了 已经是51场比赛的出场 他在下半场和李学鹏 看起来是换人之后 表现比较活跃的两名球员 在进攻方面 在本场比赛开打之前 国足进球最多的球员 这个大名单里面是告林 97场20球 而效率最高的是余大宝 45场17球 就是说 不算那种登场两三次的这种 有过十几二次这种系统登场的话 是余大宝 45场17个 古磊是46场8的 中国队这段时间 可以在中场来进行传球 但是对方的一种回撤的防守 密集的防守 使我们的进攻也是举步维艰 现在只能再回到后场 大脚奔前去冲掉 而打这样的英式的冲掉球 对于威尔士的场球员来说 再熟悉不过了 对 在中场大面积的控装 卫尔士对并不急于的来进行纵向的进攻 而是进行传导 还是缓慢的把球停在原地 这下比才打到现在的小将于海 现在很显然 威尔士在用以控带手的一种方式 能进攻 我就奔前 不能进攻 采用这样的一种横传 外加回传 再回给门将 节奏控制得非常好 一般来讲 大部分领先到最后十段 球队 大部分球队都会做出一个这样的选择 心态也非常轻松 对 注意身后 严峻林出来 仅求的还是先抢到第一点 这场比赛两次严峻林 决定弃门而出 冲出禁区外 他都是做到非常有效的一点 是把第一点先破坏了 我的今次还是一队友穿得好 其实你也可以理解 为什么吉格斯在上场之后 第一场他一定要争取 能够拿下胜利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2016年的欧洲杯 威尔士代表队的成绩进入四强 把他们国内球迷的胃口 都已经吊起来 但是这一回的2018的俄罗斯摄影杯 他们没有能够成功出现 对 其实对于克尔曼 下课也是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压力 而且大家让吉格斯在威尔士足球的历史地位 又摆在这里 其实他在曼联那时 做助理教练和做救火教练 带过洪波曼联 在摩耶斯下课之后的四场比赛 两胜一平一腹 其实当时的成绩并不是十分的出色 比赛已经是到了90分钟 看看上金普什的时间 两分钟 我们在比赛最后阶段的看到 威尔士对这边呢 基本上收着打 现在中国是要迅速地来找到控球的 控球权 迅速地将球要拿回本方的脚下 上半场给了一分钟 而下半场有两分的三平不是在左边路 创造出了传终的机会 调整了一下就再把球传起来 投球到了接应点 但是没有顶时这个球 这次还是正争 判断到落点之后 先卡住位置 对于要去争顶的这个时候 不拉得消 还是形成干扰了 这场比赛也是看到了 极格斯上任之后呢 对于伍德伯恩位置上的一种调整 比赛中的进攻端 采取的方式的一种改变 刚才我们看到是伍德伯恩的传终 不拉得消在中路的强点 所以增强了伍德伯恩这名 在利伍普打前锋的小将的一种 在前场传球的能力 就是回给亨内西 左脚直接的破坏 这也是呢 是长时间的 已经是得有十多分钟 他们就是这样的 围而不攻 就找空间 绝对能打的 我就去向前 不能打的 就是在进行中场的 慢节奏的来进行传扣 把时间消耗掉 把时间消耗掉 有一个太大的消耗 而且他们很能够清楚 这个时间段 就是要掌握控球 争取能够零封对手 中国队这次全球失误之后 应该就结束了 这个时候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呢 在今天进行的第二届 中国辈的首场比赛中 中国国家队呢 最终的是0比6 输给了威尔士代表队 在这场比赛中呢 为威尔士代表队 打进进球的 是三名球员 贝尔的帽子戏法 莫克斯的梅开尔杜 外加今天过生日的 小将哈利